脸都快肿成包子了 开了八年咖啡店的新闺蜜 说豆浆里加点咖啡管用 出了五六天了 终于有时间坐着好好喝杯咖啡了 这两天出来 这个景色真的太美了 你看什么玉龙雪山呀 还有下边的蓝月谷 还有那个最美S1 包括那个大理古城都很漂亮 但是可能就由于时间太长不出来了 觉得整个身体不太舒服 而且脸肿的厉害 尤其是去雪山那天那个高反 脸肿的特别厉害 正好我们跟我们一起来的那个 玲玲她是以前开咖啡厅的 这个冲咖啡的方法是她告诉我的 还水肿 说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 她喝也是这样 真的不错 尤其这个蜂窝焦糖哈 因为之前呢咱们也不怎么吃糖哈 后来呢我就看这个糖很好 但是怎么吃我也不会 这次呢是跟她学会了这个春泡咖啡的方法 喂的真的特别赞 而且这个焦糖也可以这样直接吃 嗯 就是焦香焦香味特别好 然后这个蜂窝焦糖的配料呢 它也是很纯粹的 味道和自己熬的那个味道差不多 就是焦香焦香的哈 平时这样干吃当零食也会甜而不腻 而且是这样一包一包的小包装 携带特别方便 我之前咱们身材管理 一直都是空糖的哈 不怎么吃 这次出来我为什么带糖呢 因为我就怕是吃的不合格呀什么的 或者低血糖呀 拿出来一块补出一下体力 真的很好 然后前两天我就一直打开这样吃的 直到上次我们聊到咖啡了 然后她告诉我这样冲 这个咖啡味道真的不错 以后回去我一定要这样吃 咖啡味道真的不错